是酒 不是 两位女孩子终于回来了 好了好了 现在该两位女生喝了吧 对 我挺是不是 你挺 什么意思 我们两位女孩子都能喝酒 不能喝酒在里面 什么 多吃菜呀 还不是喝牙吃呢 是吧 别营 来 陪我喝一杯 不要为难小孩子嘛 来 我跟你喝 既然这小孩子 就早点回家睡觉吧 太阳都下山了 是吧 莫总 我酒精过敏 真的不能喝了 酒精过敏 那就不应该喝了 谢谢莫总 但是佟小姐没酒精过敏吧 佟小姐来顶 佟小姐来 去 你拿 佟小姐 我给你买上了 莫总 别跟小孩子开玩笑了 饶了他吧 要不然就 就喝一小口吧 刘总 我可是帮你女儿求过情了 如果连佟小姐都不喝的话 那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说的对 现在连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了 是吧 对 怎么回事 我刚上到厕所 这什么战场了 你们可不要欺负这小女孩啊 没有没有没有 老陈你别做事 我刚才说了 连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了 来 同学 我们俩先干为敬 我喝 同学 我没事的 慢点 喝好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 小心 下次我赔罪了 先自发一杯 好 下次咱们接着喝 接着喝 下回啊 不醉不归啊 这样吧 童小姐我来送吧 不用了 谢谢 还是我送她回去吧 今天她住我们家了 不不不 我也回家 回家 她刚才说了 她家的地址 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 顺路 没事的 我男朋友回来了 我给她打了电话 她说 她在路边接我 刘小姐请放心 我一定把童小姐 安全送回家 莫总 那就拜托你 送我们童小姐回家了 给您添麻烦了 不用客气 刘总 早点休息啊 谢谢 刘小姐 那好吧 那小心一点 少姐 我就不坐你的车了 我最讨厌喝醉酒的女人 我坐立农车回去 好的 早点回去 好 来 好 慢走 慢走啊 不可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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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错怪你了 你骗我 你太坏了 你骗我 我不怪你 你帮了他 我也不怪你 我跟你讲 我对不起你 我怎么能把你想得那么坏呢 其实 你没有那么坏 你装什么装啊 你装什么呀 你又不开心是不是 我看你洗澡的时候有心事 我没偷看你洗澡 是你自己洗澡的时候 没有关好门 所以我就不小心 偷瞄了一眼 我看你洗澡的时候 表情很痛苦 很多的心事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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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醉了 好好歇着 我没醉 我就是有点晕 还有啊 你说我的声音能不能大点声啊 我听不清楚啊 我说 你醉了 好好歇着 别动了 你也有不开心是不是 你不开心我帮你啊 你帮我 我也帮你 你不相信我啊 你放心 我不会对别人说的 看 来 大哥 你呀好好休息好不好啊 啊 来 你看你又不开心 我看你在书房里发邮件 你给谁发邮件 女人 女人 你的初恋情人 她把你给甩了 是不是 好了 别闹了 好歇着啊 我跟你说 我就是有点晕 还有 你说话的声音真的是听不清楚啊 你大点声说话 大点声 啊 你抽烟啊 我也要抽 女人抽什么烟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其实 你对我也挺好的呀 也没打过我 冬天带我去泡温泉 春天带我去看樱花 你没有爸爸妈妈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是谁 也不知道你老婆是谁 我不看报纸的 你是大企业家 你是名人 我不敢看报纸 我怕看到你的新闻 我怕知道你的消息 你有爸爸妈妈等 他们对你不好 你那么变态 是因为有童年音影 你恨我是不是 你恨我 我老是觉得你恨我 你为什么恨我呀 你为什么恨我 你为什么 哎 哎 老马 你为什么恨我 好了没有 我问你啊 我问你听没听见 你说话呀 你回答我呀 莫先生 搞定了 嗯 莫先生 东小姐 她 去开车吧 好 来 莫先生 好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不要 你叫谁不要离开你 谁 是不是那个 被你折纸鹤的人 折什么呀 你叫谁 谁 谁 是家 不是 谁 是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